詹姆斯在這個休賽期轉戰胡人,成為紫金球隊的一員。 詹姆斯在接受CNN31日采訪時表示,過去幾個月裡,我發現特朗普在利用體育分裂我們,體育不應該讓人們分裂。 而是讓人們團結在一起,我不能做事不管,什麼都不做。 當主持人問到如果特朗普坐在他對面,會和特朗普說什麼的時候,詹姆斯則表示,自己永遠不會坐在特朗普對面。 此前,特朗普批美國橄欖球運動員,對國旗下跪是不愛國表現,而這些運動員則是在抗議種族歧視,並且NBA勇士隊也取消了白宮訪問之旅。 網友則表示,老詹不怕被抓馬,居然有這麼天真的想法,是不是增加納税金額了? 詹姆斯在這個休賽七日子可是過得滋潤,簽了1.53億的大合同,得到了廣大胡人球迷的歡迎。 並且這樣的善局,讓爭吵多年的科密和詹姆,達成了互不侵犯條約,可以說這讓網上或現下的爭論少了不少。 詹姆斯無論在球場上還是其他地方從來都不缺霸氣,希望他能延續霸氣,下賽季帶領胡人隊在後科比時代崛起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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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